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纳瓦尔尼 给了我很多的触动啊 因为之前我对这个人是不了解的 他死了之后啊 在推特上有很多的纪念的文章啊 那么给人的第一印象呢 觉得这是一个反普京的人 那么反普京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 是吧 这就是二级管思维嘛 有一个立场 我们就认为反普京的就是好人啊 而且他又在这个俄罗斯的监狱里去世 所以呢就会去纪念他啊 发蜡烛啊 发什么去纪念他 但是呢 昨天由马俊先生讲完之后 我们才知道 原来纳瓦尔尼其实也是一个 持有这种大俄罗斯 这种民族主义啊 大俄罗斯这种 这种帝国倾向的这么一个人 你可以理解为 他是一个在野的普京 他们是一丘之鹤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更立体了啊 不是过去的一个刻板印象 只要是反普京的就是好人 对吧 由此呢 我们就聊到今天的这个话题 今天要聊很多的人 我们先聊莫言 大家对莫言是什么态度 那么我先说我啊 我是我只看过一本莫言的书 而且是他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啊 我就看看吧 他写的是什么 我看了一本谈香行 那么我之前对莫言不感兴趣呢 是普遍的啊 我对于49年中共建政以来 在大陆那片土地上的 其实那之后的所有作家 我都不感兴趣啊 我看的很少 我看过几本王硕的书 看过几本冯唐的书啊 看过这一本莫言的书 还看过几本这个 所谓的藏族作家 阿莱的书啊 不太多了 那我这 我一直在刻意的回避去看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 这个作家的书 因为我觉得他们呢 受那个意识形态的污染 还是有的 而且呢 很多东西他们一定不敢写 那么写了这个审查制度也过不了 然后我还看过这个 陈忠实的白鹿元啊 那个我很喜欢 Anyway 说回来呢 莫言是什么感觉 首先我们都知道 他2012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紧接着啊 我给大家念一下 梳理一下 我们的一个对莫言的一个刻板印象 是怎么形成的 2014年10月15日上午 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 提出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主基调 反对丑化历史的总方针 莫言就此被视为不被最高层认可 更被解读为 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是西方借他的作品 丑化中国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政治与文学风向标 直接导致了莫言直到今天的灾难 对吧 我们都知道后来莫言被针对啊 就说他得诺贝尔文学奖 并不是实至名归 是西方 因为莫言都写的那些模仿现实主义啊 揭露过去中国的这个社会面 这些黑暗 那么西方呢 特别喜欢看 有人写中国的黑暗 所以给他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这么一个定义 然后呢 说啊对吧 深刻在线了中国过去的贫困和落后 从而被官方定性为 抹黑新中国历史成就的 反动文学代表 那么他在诺贝尔获奖发言时 的说的那个话 他说文学不能歌颂政治啊 这个表态也屡屡被拿出来批斗他 那么好 2016年3月 两会 莫言提出了缩短义务教育学制年限的建议 直接被官媒定性为无知者无畏的代表 这个定性就为民间好事者打开了绿灯 全网打击批判嘲讽莫言如家常便饭 批判莫言就此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一些疯狂言行和举动 甚至威胁到了莫言的人身安全 这个是我们过去对莫言的一个刻板印象啊 觉得他敢于书写中国的黑暗面 并且呢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认可 而且他的这个获奖感言里边说了 文学不能歌颂政治 接着呢 他就被中国的官方所不喜欢 那么开了绿灯 民间很多人去这种批斗他 去骂他 包括最近的说要去起诉他啊 等等 那么于是乎我们的二极管思维 就觉得好那莫言是站在了中共的对立面 所以我们以为觉得莫言你应该是反共的吧 你应该是看透了这层黑暗 你应该是要揭露这个黑暗 并且是站在这个所谓的民主自由普世价值 这些理念的吧 你作为一个作家 我们这么认为 但实际上是不是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被官方冷遇打击之下的莫言 等于被逼到墙角 那么好 他其实真正做到了向官方公开投诚 什么事呢 2016年11月30日 北京召开第11届作协代表大会 莫言做了以下发言 他说 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谈话 能够让很多文艺工作者感觉到 读到会心处想拍案而起 有心灵神会之感 感觉到很多我们心里还没来得及说的话 就被他用非常精辟的话语概括出来了 我想这都是因为 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一个博览群书的人 一个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人 是一个内行 习总书记是我们的读者 也是我们的朋友 当然也是我们思想的指引者 这就是公开的 舔习近平啊 那么有人会说啊 那没办法对吧 那你莫言在墙内 他身不由己吗 那他不去舔习近平 他就活不下去了 好 这是习近平啊 我们再看看 莫言啊 就是这是2016年的事情 我们看看他这个舔 不止舔习近平啊 舔的这个历史有多么的悠久 这两天在推特上有一个视频 疯狂的在转发啊 我一会放给大家看 那么这个视频呢 是莫言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记得刚才那个时间点啊 莫言是2012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啊 他被官方定性成说 你丑化中国等等 这个事情发生在2014年 接着2016年两会上啊 对他更有一个定性 他记住这个时间点啊 2014年 那么2014年之前 在2013年的时候啊 也就是官方对他还没有定性的时候 其实莫言就已经开始在讨好官方在舔 他怎么说的啊 我们看看 他在2013年4月21日 应邀在中央机关 强素质做表率 读书活动四周年纪念活动上 做这个文学创作漫谈的主题演讲 在这个演讲里 就是我现在要放给大家看的这段视频啊 大家先看 看完我们接着聊 所以我觉得这个尽管现在有很多人在这个要全盘的否定毛的灯 把他妖魔化 把他漫画化 但是我想这个皮肤喊大手 你什么都可以否定 你实践 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 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 他的诗歌你可以不喜欢 但是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出来吗 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 但是你能写出他那样一张狂飙一样的龙飞凤舞的那种字体吗 所以我想面对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现在把他丑陋的漫画画丑陋画魔鬼画 我想实际上缺少理智 所以现在谁要 肯定毛的灯 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你不是要讲你这个什么立场吗 不是要讲伦理责任吗 我想一个知识分子的重要的立场 重要的伦理责任 就是要承认历史 承认现实 你评价今天 评判今天不能切断历史 你评价今日的中国 你不能忘掉过去的中国 你要评判过去的一个人物 过去的一个事件 你也不能脱离这个历史为物主义的观点 你不要自己认为比古人更高明 你说毛泽东的延安文一座 他会的讲话说得不好 讲得不错 讲得不对 但是那你想想在1941年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在1941年的时候 能讲出这样一篇文章吗 能写出这么一篇文章吗 真的未必 所以现在我想很多教授 很多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就扮演这种高于一切的角色 因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 因为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 因为自己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实际上我觉得十分可笑 OK 我们看到了 莫言是如何去舔毛泽东的 这个我就不想再复述了 非常的令人作呕 那么好 有人还会说了 那么这是他要求去中央机关 也是身不由己 那么再来看看 还有一些事情 那么看到慕容雪村 在推特上发 他回忆他跟莫言的这个 见过面的这个情况 他说2012年 又往前推 你看有多么的悠久 莫言这个铁的历史 2012年英国文化协会 请莫言和我做了几场活动 推广和讲解狄更斯的小说 在问答环节 常有观众问一些 与民主自由有关的问题 莫言总是避而不达 绝不悦雷池一步 这是慕容雪村回忆的莫言 然后他又回忆说 2015年 莫言接受中纪委网站采访 说中国的贪腐 不能完全归结为体制和社会 现在党中央办的事情 就是老百姓心里想的 2016年 这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念的 他去舔习近平那些话 慕容雪村也回忆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刚才我补充的这些 大家对于莫言 有了一个更立体的感觉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对吧 他写了那些作品 好像揭示了中国的一些黑暗 但是聊到这些普世价值 聊到这些毛泽东 这个 这个这个恶魔一样的独裁者 聊到现在新的这个习近平的独裁者 他都是一个舔的一个姿态 那么有的人就说了 说这个作家跟作者的这个 作家跟作品啊 是不是应该区分开来看 昨天在我们那个电报群里啊 有人说 说这个钱钟书啊 他有一个粉丝 非常喜欢围城啊 那么就说 很想跟钱钟书见一面 打电话 那么钱钟书在电话里回答 问他说 说您是喜欢 您喜欢鸡蛋就好 没必要见到母鸡 就是这个作家是母鸡啊 这个作品是吓出来的蛋 那你只你看 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就好了 那么我按照这个东西延伸过来 我们可以理解为 那么对于莫言 我们只看他的作品就好了吗 不用去看他如何去舔供 舔袭舔毛了吗 我觉得不是 昨天在这个问题里 我思考了一下 我在推特上 我是这么回答的 对我一个一个一个推友啊 他问我有没有看过莫言 的书啊 我说 我看过唯一的莫言的书是谭香行 小说本身而言还是OK的 我觉得很难把作家和作品分开对待 如果完全不了解作家 只看作品 那么当然可以区别对待 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作家的时候 只拿到一本书 只看了一个作品 有一个第一印象 觉得这个作品写的好或者不好 这是一个第一印象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作家了 你等于了解的更深了 了解更深之后 你就很难去摘清楚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的作家 书写的任何的作品 其实本质上他都是在书写他自我 这点上是不能区分的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例子是可以区分的 大家通过我这个例子 去仔细的想一下 演员 我们想想演员可不可以区分 就跟他饰演的角色 这个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演员呢 你不管他生活中啊 什么他私得怎么样啊 他究竟是个 什么样的一个人啊 品性什么 但是他到他演的这个戏里面的时候 你不能把他当成他本人去看 因为他是在带入了那个角色 他用他受的这种专业训练 这种演技上的训练 等于他这是他一个工作 他把那个角色演出来了 那个角色只活在 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影视剧里面 才能够成立 对吧 我们举这个 比如陈冠希这个例子 陈冠希你说他当年的那个 燕照门啊 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 他本人 我一直不觉得他做错了什么 对吧 当然他谈了很多女朋友 这个是 这个数量并没有什么一个规定 他谈的多也好 少也好 那么他们喜欢 自己这个拍这些小影片也好 拍图片也好 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爱好 他并没有去主动 把这些东西去传播出来 对吧 他去修电脑 去修手机 被那个人恶意的把这个东西去传播出来了 那犯罪的是传播的那个人 不是犯罪的 并不是陈冠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社会舆论 包括香港那个地方啊 并不能够容纳 整个最后就是导致 他再也没有办法去拍电影了 我觉得陈冠希还是一个挺好的演员 他可以演很多的 这些形象啊 这些角色 其实这两者 我觉得是可以区分对待的 包括后来那个 Kevin Spacey那个事情 纸牌屋 都是这个例子 你不能说 他如果他犯法了 那是法律的问题 那你不能说其他 他有一些什么 对吧 我们都知道有些演员 在演戏的时候 经过这些 服侍到的这个修饰 非常的 面容非常的精致啊 然后等等 他是一个形象 那么他可能在平时生活中 穿的非常的邋遢 非常的不修蝙蝠 但你不能说 我因为他是这么一个 衣品 或者那么不修蝙蝠 所以我拒绝看他那些 那些演的那些电影 电影角色 这是不成立的 那么我觉得演员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去顿台 但是作家和作品很难 因为他写的东西 不是说我受过训练 然后我用文字写的是 完全的违背我内心的东西 对吧 作家写的东西 他是要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反映出来的 所以莫言 当你看到他这个影片 你看到他之前说了这么多舔中共的话 你还如何去看他的作品呢 你如何去正确的去理解 他想传递给作者 就是读者们的这个信息呢 我觉得一定是有问题的 对吧 呃 由此呢 我们就说到呢 呃 说到电影啊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一个叫拿破仑啊 拿破仑 是这个莱德利老爷子拍的 莱德利老爷子就是拍这个 一行啊 拍那个 这个这个 一亿杀手啊 之前的这个电视剧啊 一星灾变啊 都是莱德利老爷子的手笔啊 非常的非常的牛的英国导演 那么他拍了一部这个 呃 反映这个拿破仑的电影啊 昨天晚上看了 这部电影呢 就是评价非常的两极化啊 我认为呢 他并不能算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电影啊 但是呢 毕竟是 莱德利的手笔 那里边你还是能看到很多的韵味 法国人去批评这部电影啊 觉得说 呃 对于拿破仑的勾画啊 有甚至有丑化他的一面 啊 觉得你 你也没有拍出一些史实 那么两个都要是电影 你就想把拿破仑的一生都勾勒出来 也很困难啊 这个当然是 但是呢 他着重点呢 在于反映出了拿破仑啊 和他的这个 约瑟芬啊 跟他老婆 他们之间的 私底下的一种 这种 这种情绪情感的一种纠葛 你可以看到拿破仑对这个约瑟芬的一种迷恋啊 以及一种 想征服 但是实际上他又很难 因为你不可能把一个女人征服成你自己的东西嘛 对吧 但是拿破仑肯定是想不明白这一层的 他这一生里面去纠葛在这个这个情感 这个漩涡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软弱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愤怒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妥协 甚至他还会去撒娇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这些面 这些面当然是我们都不知道真实历史是怎么发生的啊 但是这是一个艺术作品啊 那么这种艺术作品啊 对于所谓的一个伟人 那么我们称之为呢 叫驱媚啊 驱媚的这个驱就是去除的意思啊 你也可以理解为除媚啊 一样的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谈论某些伟人的时候 就像刚才莫言在在影片里对毛泽东 他那就是一种魅啊 就是一种陷入了一种魅态 就是他认为毛泽东有极大的魅力啊 各种各样的魅力 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啊 毛泽东就是一坨屎 他什么都不是啊 就是你要去把他批判的体无完肤 到那一点上 你可能才能再找回一点点 他作为人的某一点点小光芒 我一直是持这个态度啊 就是说你首先要把毛泽东的这种魅 从整个中国那片土地上 老百姓的这些意志形态里 你首先要把毛泽东的这个魅 给他全都去除干净 把他那个遗体也丢掉 烧干净啊 把他那个画像也都摘下来 所有的雕塑都砸掉 你一定要去做到这一层 这个算不算矫枉过正 有一点 但是不做到这一层 你是很难把毛泽东的这种恶劣的影响 从那片土地里完全清除掉 那么你只有到 你看某言说 你不能丑化毛泽东啊 完全可以丑化 而且一定要丑化到底 就是你把毛泽东 把他完全的甚至都已经贬低到了 因为他毕竟是杀了这么多的人 他其实是犯了反人类罪的这么一个罪犯 你把他贬低到人以下的层级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经过很多年之后 很多代之后 你才能慢慢的在那个形象上 把他往回找一点点 就是说他毕竟还是个人 他会犯这些错误 可能是由于他受的教育 可能是由于等等他的某些局限性 然后你再把他通过一些作品调回来 补充回一点点他作为人的一点点小光芒 那么最终把他定格为是一个 犯了极大错误的反人类罪的这么一个人 这就平衡了 但是第一步 你不能说还没到那一步 我就先把他保护起来 我们就不能去批评他不能去画漫画丑 不是的 必须要去完全的做到出这个驱昧的这一个过程 因为做不到驱昧 我们知道还有个词叫负昧 反复的负啊 就是负昧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国那片土地上 从来没有对毛东进行一个彻底的批判 彻底的清算 结果就是什么呢 一段时间大家觉得毛东也是个人 三七开 我们可以先去正确的不把他当成一个神去看了 不把他当成一个圣人去看了 但是若干年后 你会看到死灰复燃 对于他的一种魅的状态就复魅了 会诞生很多的新的毛粉 包括像莫言这样的人 他其实并没有从他的脑子里 对于毛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就看到所以他对毛泽东 甚至包括新的毛泽东 这个习近平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甜的状态 所以曲魅非常的重要 我们从此呢 再说到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啊 那么说到王志安 其实我本来我不想再再 过多的再说王志安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王志安 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很正常 你不能对他是一个魅的态度 很多王志安的粉呢 对他是一个魅的态度 觉得他不得了了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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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海外中文圈的流量 第一人啊 然后做记者特别的专业 然后等等等等 一堆的就是崇拜的不得了 你不能够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再重申一下 对王志安的一个看法啊 比较正确的看法是说 好 我们不给他去扣大外宣的帽子 首先你没有证据 对吧 不要扣这个帽子 但是很多人攻击他呢 是说 你在批评中共的时候 不够犀利 不够透彻 你的结论有问题 那么 有的人就说 那好 你是不是志在招安 你做这个事情 实际上你在留着后门 你只敢去调侃一下习近平 你不敢说 中共这个体制本身的问题 你不敢说中共应该下台啊 你只敢去调侃习近平 因为呢 你知道你现在回不去 那么如果习近平死了呢 换一个人 或者或者 那个风向变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招安 你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 这个是很多人去攻击王志安的点 但是我们也不想在这去攻击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 一个影片 我之前推荐过的 就是大声那个频道 大声姐无微 对于乐乐法力的一个采访 那个采访非常的精彩 我把这个链接放到本期节目的说明文字里 大家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看一下乐乐法力是怎么去评论王志安的 我觉得非常的精准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不说他大外宣 也不说他志在招安 这个没意思 不要在这个点上纠缠 我们就说 其实他的认知程度够不够 他实际上是一个在体制内待了非常久的 像莫言一样 我们其实经常刻板性的认为说 只要一批评共产党 他就是站在反共的立场上 一批评普京 纳瓦尔尼就是站在反普京的立场上 所以他就是一个好人 所以莫言是一个好人 所以王志安是一个好人 我们都是这么比较二局管的看问题的 对吧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这个王志安也反习 莫言可能也揭示了中国的黑暗面 但是他们都有局限性 那么王志安的局限性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就是再说的 作家和作品是分不开的 演员和他的演的作品是可以分开的 那么记者和他的这个节目的这个作品 能不能分开 我觉得介于之前说的两者之间 如果王志安他的只是看他的节目 他只是说以他这个作者的专业度 把这个新闻扒出来 梳理出来 呈现给大家 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样的没有问题 但是他会说他的结论 他会说他的一个结论 那么尤其是在推特上 王志安在推特上 他更加的是呈现自我的一个表态 那么更多的结论 更多的这种观点 那么就揭示出了他这个个人的认知上的更大的问题 比如说啊 他说这个共产党跟民进党啊 没有区别 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这会让他的观众啊 对于民主产生极大的误解 觉得啊那你民主不就是 也就这么回事 你台湾的民主也就做到这个份上 你也不怎么样 你民进党一样也是要封杀王志安 也是区别对待选择性执反 但是其实区别大了 非常的大 就是王志安你在泄露这种情绪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你的观众完全带跑偏了 这个你的结论的部分 其实完全彰显出了 你在体制内毒奶没有吐干净 你到现在外面去影响人的时候 所产生的一个非常坏的这种影响的效果 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要区别的对待 就是说他作为记者所做的那一部分活 没有问题 梳理新闻 把这个新闻真实的扒出来 做成节目给大家看 没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提醒所有的王志安的粉 他的结论部分 你一定要警醒 再三的警醒 你一定要不要去完全的崇拜他 他说什么你都觉得是对的 这就错了 这就是极大的问题 好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